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真的不是 好像只是唱唱歌等人 敬拜是把你的心对齐来领受 你知道吗 当你的心对齐上帝 你领受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语 特别是那个对你的Rama 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就可以看见 超自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来敬拜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刚强不要怕 有谁能控告身间顺利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唯一 有谁能定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有谁能保护着我 有谁能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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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像你 世无边有 谁能像你 遍水为酒 谁能像你 从死里复活 谁能像你 叫死人复活 谁能像你 实行共义 谁能像你 爱我到底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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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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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身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身犹豫 有谁能控告圣剑圣的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唯一 有谁能令我们唯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身爱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身犹豫 得身犹豫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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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是我的母者 我不知缺分 你是我疼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爱写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沉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随我走过四隐游骨 也不怕遭害 耶稣拯救主 你与我同在 你的战和干都安慰我 你拥有恩告我的痛 我必住在你眼中 我必住在你眼中 直到永远 主耶稣我的心 阳望你 我的主我的心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情 我依靠你 我依靠你 你是我的母者 我不知缺分 你是我疼我在青草地上 后领我在可爱写的水边 你是我的灵魂苏醒 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稣我的心仰望你 我依靠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情 我依靠你 主耶稣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主我的神 我依靠你 我依靠你 我将一切的忧虑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情 我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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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你十字架前 因你为了爱我而生了情 我依靠你 主谢谢你 谢谢你 已经为了我们舍了你自己 并且我们真知道 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功 主要因此我们得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你的十恩宝座前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你的连续 我们能蒙恩惠 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牧人 引导我们的一生 谢谢你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并且帮助我们 都走在你那美好的计划 旨意当中 谢谢耶稣 你合得美好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临圣餐 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每一次在临圣餐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定进耶稣 定进耶稣什么 定进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给我们完成的工作 他既已完成 我们就得以 因着耶稣 我们应信成义 我们是靠着耶稣 我们是因着信 得以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这一切 所以不论你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不论你在你生命当中的什么处境 不要害怕 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到过耶稣 Amen 只要你是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你能够辨明 接下来你所拿的这个饼 是耶稣的身体 你所拿的那杯是耶稣的血 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并且我们也相信 你自己领受一切 这一切的好处之后 你一定会想要受洗 Amen 那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 你想要受洗 你要怎么受洗呢 你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的网站 我们的频道 你搜寻 我要受洗 就会有影片 然后巨西牧师有教大家 如何带领大家 跟着影片一起做 你就可以受洗 那如果可行 我们鼓励你找 就是你身边 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可以帮你执行这个 点水的动作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 真的不行 因为我们录这个影片 真的是为了默后 就是当我们全部基督徒 都被提的时候 你真的找不到人帮你洗的时候 我们被提 但是还是有人会有机会 要信耶稣嘛 那他怎么受洗 那他就可以用这个影片 跟着影片里的巨西牧师 一起就是为自己受洗 但如果可行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被提嘛 所以你一定还是找得到 就是你身边可能 可能跟你传福音的朋友 或者是 你可以信任的弟兄姐妹 请他为你 执行这个点水里的动作 会感觉特别特别好 但是真的没有的话 自己也不是不行 然后你想要受洗证书了的话 你就是写email来给我们 然后请录下你受洗的 当下的那个影片 以致证明说你受洗了 然后再留下你的中英文姓名 跟出生年月日 我们这边可以帮你出 收洗证书 对 然后非常恭喜你 就是归入耶稣的名下 然后我们都是 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即便你现在还没有受洗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临圣餐 那你觉得这一切都很到位了 你就是想要受洗的话 你不知道谁可以帮你受洗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 好 以上 那就让我们一起拿起 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圣餐 我们鼓励圣餐饼还是准备无效的 因为预表耶稣无罪 如果耶稣有罪 啊罪人为你死有什么用呢 所以当然还是 当然是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死 才有用嘛 而且一罪不良法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我们就不用再死了 对不对 阿们 对所以 我们不用再死 但有人会问说 那是我这个身体不用死吗 不是 地球桩还是会过去 还是 嗯 我们换一个全新的身体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 嗯 不能 没有 有实用年限的地球桩 然后无限的活下去 好像也不是很好 对 所以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 是没有实用其限的那个会比较好 感谢神 但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也会永远不死 感谢神 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 你就与耶稣复活了 所以你就同耶稣一起再一次的 跟耶稣一起死 跟耶稣一起复活 阿们 好 感谢神 让我们一起拿起我们的饼 剥开 预表耶稣也为我们打碎他的身体 耶稣为我们受鞭伤 为我们受刑罚 为要使我们得意志的平安 所以让我们活在这一切当中 让我们定进耶稣 知道耶稣完成的工作 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我们领受这复活的生命 领受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不再一样 感谢耶稣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我舍的 我们每逢吃的时候 如此行 为的是 经验他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我们的杯来 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为我们而流 于我们所立这约 我们已经被赎毁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已经因性诚意了 谢谢耶稣 何等的美好 为我们舍下这一切 并使我们得意 与他交换 他愿意与我们交换 谢谢耶稣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感谢神 我们一起为我们领受的祷告 现在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完成的工作 并且我们知道 以罪不良法 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承受 主啊 我们领受这一切约的好处 我们也宣告 我们要活出这美好 得以相成的生命 谢谢你使我们领受这一切 并且我们真知道 每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 我们定经你 我们知道 我们就必有出路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出路 你必为我们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 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得胜 荣耀美好的生命 谢谢耶稣 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 谢谢耶稣 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就是你 谢谢你 何等的美好 谢谢你 我们领受你给我们一切的祝福 我们也愿意让神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主啊你不只是我们的救主 你还要成为我们的牧人 居然不是只把我们从火场里救出来 乃是要把我们救出去之后 带我们进入那更丰盛的人生里面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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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等的美好 我们领受这一切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南天神 好 接下来我们要收奉献 好 ok好 如果你在台湾你可以用转账的 就是那个上海商业银行 城中分行 这是台湾的上海商业银行 对有大陆的弟兄姐妹去找大陆的上海银行 然后这是不同的 是台湾的上海商业银行 的城中分行 好然后就是下面是教会的正式名字 社团法人台湾总教会协会 好 挺看下一页 这个是iHASET 就是美国的协会 然后你可以在全球国际汇款再看下一页 好 然后这个是美国国内的汇款 然后再看下一页 好再是美国的支票 就是iHASET 我觉得很可爱 都会有收到各种不同的美国支票 我有说吗 有仙女旗 有不是仙女旗员 是冰雪旗员 有冰雪旗员的支票 对不对 还有那个卡车的 卡车公司用那个 那个车子的 很可爱的 然后就寄给我们 然后就请寄到这个地方 OK 好再看下一页 还有一个叫Zail 就是一个线上转账的 然后可以用这个 然后不要写信到这个email 不会有人回你的 我们同工最常收到这个email 是什么 全世界各大企业都想跟我们合作 什么意思 通通都诈骗 你好我是IBM的什么什么 经理都写英文 还看不怎么懂 还要翻译 对啊 什么什么没有什么project 请跟我们合作 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一个收款的地方 他就丢这种东西 然后那个点点点下去 可能他就是 会安装一个那个 软体在你的手机后台里面 然后之后远端操控你的手机 你知道 所以千万不要写信来这里 我们不看的 你写中文英文都一样 我们不看的 懂我意思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界非常的 不法而是日渐争夺 许多人的爱情就冷淡了 对啊 然后 有很多弟兄姐妹都遇到这种状况 要有智慧跟聪明 要察言 好 OK 所以 但是奉献确定是这个 gisibla7 at gmail.com 然后联系这个 那有什么问题 写前面的email给我 谢谢 然后再来呢 是 线上刷卡QR Code 就是 特别是一些海外的弟兄姐妹啊 除了大陆 我们银联卡就是没有办法开通 我们已经申请了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我们海外很多的弟兄姐妹 刷的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有人说我没有信用卡啊 对 但是那个其实debit card 就是那叫什么 金融卡 就是debit card也可以用 我们试过了 好OK 那可是今天要讲奉献是这样 等一下再一起为奉献祷告 好 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曾经说过嘛 如果有你在那种交会 连续奉献三次 连续11奉献三次 你还有财务状况 真的可以来找我 我真的有 对 有一位姐妹 我们有联系你了 她也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有联系她 所以我一直刷打卡给她 还没打给她 好我之后会打给她 好OK好 如果是你对不起 好 再来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 我们呢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这个时代 真的有很多 很大的 应该说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要很小心 怎么说 因为现在你只要拿手机 按两下 你的钱就不见了 对不对 啊 我们以前 以前你想要 你想要把钱给出去 你还得去银行 零贵汇款 对不对 你最想要去ATM机器 对不对 ATM机器都有摄影机拍着 对不对 如果你是被挟持 都还有摄影机 对不对 然后呢 更以前连ATM都没有 你只能去柜台的时候 里面有警 有警卫有警察有行员 对不对 所以比较不会 对不对 跟你现在人家假如 随便给你一个假的简讯什么的 然后你就 就就就转账了 或者是甚至于人家 可以远端操控你的手机转账 你知道有这种事吗 很可怕 有有有有这种 就是你现在收到什么什么 政府退税 你就给他点进去 然后好像也不是政府啊 不算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被安装木马程式 然后他就可以远端操控你的手机 对真的有 这种都有 现在诈骗已经到这种地步 因为诈骗实在是一个超级五本生意 真的超级五本 他就是写一个小程式 然后就吃掉你 所以我们要越发小心这件事 然后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需要十一奉献 为什么 因为事情上提到 一个面团有一块奉献的 全团都圣洁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十一 因为 像牧师讲过 十一奉献的五大权利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五大权利 有五个权利吗 我只是怕诅咒 不用怕 不再有诅咒了 就算你没有十一奉献 你就是抢爸爸的钱 会不会被关呢 应该不会 但是会不会被管教呢 应该会 但是 我不是说你没有十一奉献 就会被管教 连所有一切诅咒的被 都归在十一架上面 你不用担心 就是说十一奉献那一块 真的是神的 你真的不能够掠夺他 但是 掠夺十一奉献的诅咒 已经归在十一架上 所有一切的罪定罪 对诅咒疾病死亡 都归在十一架上 可是十一奉献该有的五大祝福 你却没有啊 那不是很可惜吗 对 为你 比如说好斥责蝗蟲马炸 所以如果有人偷你的业献 你要奉献就顺便斥责他 不要说出来灵里面 对不对 你的同事抢你的业献 我真的碰过啊 有人抢我业献 我以前在做仲介的时候 我以前做过仲介 大家知道吗 好 然后呢 然后人家就 我刚好去 去教会祷告 然后呢 回来就人家跟我说 刚才有客户来找我 来找我 刚才谁谁已经接待 后来他就抢了 这样 没关系抢了就抢了 就专程来找我 抢了就抢了 但是反正我后面 经历更大的祝福 那不重要 所以啊 蝗蟲马炸来攻击你 你要奉献 你在里面斥责他 对啊 然后他整个全辈的祝福 是有的 可是你要行使你的权利啊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点是 我们说的是 连续三个月 比如说你奉献 一月五月八月这样子 这不叫连续三个月啊 这叫你方便的时候奉献啊 对啊 你就试试看连续三个月 对 就是一月二月三月 或二月三月四月 这应该不难吧 如果你是领周星的话 还是 二月的三月的跟四月 我只要奉献三周 比较好 没有就是三个月里面 你都要十一奉献 你试试看 OK好 那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是不是我只要三个月 十一奉献之后 我欠了几千万 就会自然消失 有可能有 真的也有发生 有一个人 几百亿都消失了 随着他的生命消失吗 不是 你知道 你的生命消失 你的一切罪在 你现在就消失吗 除了有保证人 那另外一回事 好 而是 这三个月之后 你去看这里面 其实神在做些什么事 那就是我们 来找我的人的那个 好 没有我们可以再处理 再来另外一件事 十一奉献的神是真的 为你斥责蝗蟲马炸 然后呢 真的你可以 你可以祝福你的产业 然后你该得到的那些 会得到 然后 没有成熟之前 比如说一个案子 有些时候你太急了 然后呢 还没成熟 然后你一直吹 一直吹 人家只是等钱进来 就要买 你一直吹 他就不爽 他就不买了 他就没有成熟的时候掉落 这个就不是蝗蟲马炸 这是智慧嘛 对不对 这个要被神带领 这部分也要啊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你是做业绩的 业务的 客人真的想买 只是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他现在钱不方便 他下礼拜前才会进来啊 他干嘛告诉你 就你就一直吹一直吹 他不爽啊 买别家 也是存在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有 在这里面被神引导 所以这边就讲到重点 有一些弟兄姐妹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棒 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一位弟兄姐妹 她卖了房子 比如说他卖了一千万 并不是你要十一奉献一百万哦 是你卖了一千万 可是你要看你的成本啊 你当年买六百万 卖了一千万 赚了四百万 你要十一奉献四十万 不是一百万 好不好 那如果你买九百九十万 卖一千万 你赚十万 你要十一奉献一百万 这种教会你还敢去 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 真的有耶 我还听过那种教会是 一个人负债了 赶快把他的房子卖掉 然后教会硬逼着他说 你如果不给十一 你就会被诅咒 你看你现在已经被诅咒 在这个教会本身才是诅咒吧 对不起 你懂我意思吗 你赚的 但是当然 他在某个部分负债 但是他房子真的有赚 这块还是要十一 要平行行 对 但是 但是 是赚的部分 你要扣成本 连缴税都在扣成本 大家知道吗 总而言之就是 扣掉成本之后 有一位 有一位弟兄姐妹她就是 她没到房子之后 然后她扣掉了成本之后 她赚 假设她赚500万 她就奉献50万 她实际上这位姐妹更高了 OK好 然后呢 她剩450万嘛 对不对 她就觉得她吃了无敌猩猩 大家知道什么是无敌猩猩 没有玩过超级玛利欧 玛利欧吗 就是你会吃到那个无敌猩猩 然后你就 以前碰到敌人你会死 现在碰到敌人碰到你他会死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无敌猩猩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说 我按照神的应许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分别为圣猩猩猩 这个是属神的 属神的就无敌 无敌猩猩啊 然后就到处去乱投资 投资也还好 有一些是以投资之名的诈骗 你觉得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教会 如果你是骑车或开车的人 你知道神今天要你来教会 所以你来的路上 就闭上眼睛骑车 或者是闭上眼睛开车 闭上眼睛骑车是你去见上帝 闭上眼睛骑车是你去见上帝 不一定那么会见上帝 你懂我的意思吗 神要你做一件事 就算你被分别为圣 你还是要看啊 神叫你来教会 你也知道你今天有服事 今天要讲见证 我要来教会感谢主 那你开车就闭上眼睛 除非你是自动驾驶 还是不可以闭眼睛 规则是拿着方向盘 看着前面好吗 我知道有人会偷睡觉 现在科技还没到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其实也蛮好的 蛮好的部分是 你要用这个信心被神引导 但是你人就要被引导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刚才那个假设450万 你当你卖了房子之后 你就会发现 之前不怎么理你的那个银行行员 就会跑来啊 什么公司债啊 美债啊 再来保本人 然后什么什么高成长 什么什么那种东西 就来一直很多人知道 保险啊 什么各种东西都要来找你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你要祷告 你要被神引导啊 就很像你开车来教会 你还是要睁开眼睛啊 好不好 你要被引导 你不是无敌信心 随便投资什么都会赚 不是 但是当你十一奉献 你被分别为胜之后 长远来看 长线你一定会蒙福 但是不一定就是 现在分别为胜的这一团 你就可以随便投资啊 不然我就把所有钱都奉献 剩50块就好 去买乐透 一定会回来对不对 是不是 有这种事 教会就 还是要收奉献 因为奉献是让大家蒙福 可是 如果有这种事 那 其实你们真的就奉献 最低的十一奉献是自己蒙福 啊 然后教会就 所有钱都去宣教 剩50块去买乐透 下个月用一堆 然后再剩50块去买乐透 还有这种事 那先导的是谁 乐透公司啊 因为台湾很多间教会啊 可是不是每天都传讲恩典 好啦 就是说 这有在讲什么吗 第一 如果你在债务之中 请你连续三个月奉献 十一奉献试试看 但是 并不是说 所以你的千万负债 亿万负债就自然消失 但是 你在这里面会看到神奇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并不是代表你十一奉献 那个钱就无敌心心 随便乱投资 你要很小心 当你卖房子 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那个银行会马上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的贷款被图销了嘛 听得懂吗 你跟银行借钱 图销他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 一定是卖掉的对不对 他卖掉 他就会一直找你啊 然后那个话术都很厉害的啊 都很会讲啊 当然他们有训练嘛 对啊 那个还是好的哦 再传出去诈骗都知道了 你知道前一阵子 有银行行员跟诈骗勾结被抓走吗 有一个绿色砍棒的公司 不要讲哪一间公司 他们好多行员几个 不同分行的行员 都跟诈骗勾结都被抓走了 你知道吗 那他们会不会把这些消息泄漏出去 他会泄漏出去之后 会不会有诈骗来找你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 好 所以如果你认为 你只要神要你来教会 你开车就可以不用睁开眼睛 骑摩车就可以不用睁开眼睛 那么你在做这种事 那如果你知道 你只不过是做球运没有睁开眼睛 连做球运没睁开眼睛 都可能会做过战 好不好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 然后祷告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钱 真的分别为生了 特别被保护了 所以蝗虫马再来吞吃 真的会被抵打 但是你亲手交出去 是两件事啊 对不对 这是你的自由意识交出去 所以大家有智慧跟聪明 好 所以感谢主 那我们要来会实义奉献祷告 为所有的奉献祷告 就是我们向你线上感谢 现在我们拿着弟兄姐妹的奉献 无论是在线上奉献的 QR Code奉献的 转账奉献的 或者是奉献到我们美国的 账号的 或者是用Zero 等等的 还有我们现场的 主要谢谢你 让我们都有机会称你的国 主要你并不需要我们的钱 但是你要我们的心 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我们财宝在你的国 向你证明 我们的心在你的国 主要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是的我们 从你而来的十一奉献的极大的祝福 主要是的使我们去经历那个 就是蝗虫马扎吞吃 我们也可以抵挡他 然后那个 果子会在时候掉落 然后让我们得着 然后仇敌来攻击人被我们打败 然后逃走 然后我们会得到那个 对的时刻 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得到那个对的祝福 我们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当中没有办法十一奉献 或者是有经济压力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能够奉献的能力 帮助我们能够 把我们生命中一些 曾经有的错误决定改变 然后把一些错误的习惯改掉 让我们进到丰盛里 因为你来一下 我们得生命 变得更丰盛 并且你说 你是按着你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充足 不是我们需要而已 不是需要而已 乃是按着你荣耀的丰富 使我们充足 是福悲满意的生活 祝福我们从财务的问题里面出来 从错误的理财方式跟管理方式里面出来 然后合你心意的 看见你的荣耀 也特别为那个十一奉献之后 觉得自己是无敌心心的弟兄姐妹 给他们智慧跟聪明被你引导 如同你圣经上所说的 敬畏耶华 耶华就指示他的道路 给我们清楚你的道路 或向左或向右 只要我们听到有一个声音 我们知道行在期间 进去那个祝福 谢谢耶稣 奉祝你祷告 阿们 好 很快要开始讲到 讲到之前 请务必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是我们向你线上感谢 谢谢你的爱 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让我们懂得 看重耶稣 定睛耶稣 当我们像彼得一样看着耶稣 我们就走在水面上 主要谢谢你已经分别为上孩子口 跟孩子的心 也谢谢你已经赐给我们 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 主要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听懂你的声音 主要因为我们敬畏你 敬畏耶华 耶华必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 或向左或向右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 要行在这期间 主要无论是在人生的决定 要娶谁架谁 或者是在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些事情 我们要不要换工作 或是我要投资 要买哪间房子 要不要卖房子 以及要如何进去那个祝福力 主要你要引导帮助我们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今天我们充满期待 你的话语要给我们 信心从听道而来 听道从基督的瑞玛而来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得到你的瑞玛 看见神迹发生 谢谢耶稣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瑞玛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请念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马太福音六章有提到耶稣教导祷告 这边是路加福音十一章 主耶稣也教导祷告 OK 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呢 当然我们后来就讲了一下 路加福音版本的主导文 有一点点不同 好 但是没关系 然后呢继续这个话题 耶稣在教祷告 然后他举着例子 请看下一页 路加福音十一章五节请 耶稣就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说 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这是很有名的朋友的讲道 因为短短的比喻里面 讲到三次朋友 有一个朋友去跟他朋友借饼 因为他朋友来 对对对 我也不懂 耶稣这时候特别喜欢朋友这个词 他为什么不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人 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朋友去跟他朋友 借因为他朋友来的故事 三个朋友的故事 但是 为什么不讲ABC 或者是有一个人去找他 邻舍借因为有人来 但是他就是三个朋友 好 没关系 他其实在讲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朋友 是一个友谊关系的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 好 去找朋友说 请借给我三个饼 这不是多大的事啊 三个饼不是很大的事啊 就三碗饭的概念 你知道吗 三碗白饭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都去逛那个什么东西 我就走去他们吃饭的店里面 然后啊 他们 他们就很多人在买 就有各种不同的饼 然后现烤的 超好吃的 好 然后呢 他们在买不同的饼的概念 就很像是 你在买白饭 糙米饭 紫米饭 还有什么 糙饭 这个概念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他就借三碗饭 这样子 不难吧 如果你家里 店锅里有装三碗饭 给他很难嘛 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 OK 十一章六节请念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所以你看好 有一个朋友去找他朋友说 因为有一个朋友来要跟我 他要吃饼 所以我要摆上给他 很有趣吧 但耶稣在强调的事情是 这些人都是友善的 彼此帮助的是 friendly 是朋友 好 但是呢 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半夜来借三碗饭 这个概念 你想像在现在晚上两点 你家邻居按叮咚叮咚叮咚 怎么了 怎么了 失火 没有那个 我朋友来我家 你可以借我三碗白饭吗 这个概念 十一章七节请念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首先 那个年代 不没有电铃 也没有自动开门 他已经从床上起来了 他才有办法开门吧 对不对 他不是找他吗 对不对 总不能不关门嘛 对不对 好 然后那个人 他当然没有把门打开 他在里面对外说 不要烦我 不要搅扰我 我们门关上了 废话我知道啊 好 然后呢 孩子们同我在床上 所以他们家不怎么有钱 他们全家人睡一个床 对 总不会 爸爸 当然也有爸爸跟孩子 爸爸跟儿子睡啊 或跟女儿睡 然后妈妈 都小小孩的时候 对不对 也有这种状况 但是很可能全家睡在一个床上 OK好 那个年代本来就是这样 有钱当然还是可以自己房间 那如果不是很有钱 总共就一个床 好 OK好 所以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后来你已经起来了 你在门旁边跟我讲话 你家床就在门旁边吗 也是有可能啊 对啦 好 他就说我不能起来给你 那后来呢 好像想象一下 现在晚上2点 有人敲你家门 空空空空空 然后呢 你就从床上起来走去门口 然后不晓得会不会是坏人 你就说不要啦 我不行啊 不方便啊 然后他继续敲你会做什么 给他 当然是给他 不然你本来敲我小孩 等下就被吵醒了 对不对 因为是三碗白饭 你店锅里本来就有白饭 对 就是很简单的事 他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他不是跟你借三块金砖 或者是三条牛排 不是的 他跟你借三碗白饭这个概念 好 然后他回答说我不能起来给你 因为很晚 又可能 穿睡衣啊 然后 如果是女生又没化妆啊 打死都不起来啊 对不对 每个礼拜天12点半到2点半 不是有论QA吗 我们也开放 你不想要开视讯也没关系 很多姐妹都直接说 牧师我很邋遢 我不要 我说你现在都不用讲这句话 你就说你不方便开视讯也没关系 对真的啊 因为有些时候开了我也不认得你是谁 因为我只认得化过妆的样子 没有 好啦 你懂我意思 所以是自由的 所以他可能各种理由他不方便 好 可是请看下一页 十一章八节请念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词迫切的执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这个人情词迫切 他一直想问 给我啦 给我啦 拜托啦 我知道很晚的 给我饼 然后小孩正在睡觉 或者小孩快被吵醒 你知道小小孩被吵醒了 要哄睡多难吗 大家知道吗 我也不是很知道 可是听郁君伟廷传道讲 我就大概知道一点点 好我告诉你们 所以不应他是朋友起来 不是因为那个 就算你不是因为你们平常关系很好 但是因为他情词迫切求 你也会给他 因为你不想小孩被吵 因为他情词迫切 然后你就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 这是一个比喻 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再回到你自己的观点 晚上两点钟有人在敲门 给我三碗白饭 送我白饭 然后我跟你讲 谁家都有这个啦 因为饼烤好放在那里 是不会坏的 那你早餐起来 你不用吃吗 所以你会先烤好啊 对不对 你一定会先准备啊 你有小小孩 你有小孩的人 你不准备个早餐给他吃 对不对 所以会烤好饼啊 所以你就想像你 你本来就有的这三碗白饭 或是三片吐司这样好了 他一直敲门一直敲门一直敲门 他情词那么迫切 你不给他吗 不给他你就不用睡了 你就给他啦 对不对 所以这边首先神在告诉你 你祷告要情词迫切 但是上帝不是一个这么小气的神 他只是比喻 你知道这个比喻在告诉你 就算不应着朋友关系 但是因为他情词迫切 还是要给他 其实另外一个平行的例子 是那个寡妇求一个不义的观 有一个寡妇去求不义的观帮助他 那不义的观很烦很烦很烦 因此很烦去答应了这个寡妇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不义的观 可是因为觉得好烦好烦好烦 他答应了这个寡妇 可是神并不是不义的观啊 神也不是会跟小孩 在床上睡觉的一个朋友啊 对不对 神不睡觉的 大家知道吗 你不睡觉不好 你很快就会见神 神不睡觉没差 因为他本来就是神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只是要告诉你这句话 就算不因着我们的关系 也因着你的情词迫切 我要来成就这件事 那所以意思就是我要情词迫切 祝耶稣拜托拜托 你赐我一碗白饭 不用啊 这些是日用的饮食 早就赐给你的啊 你懂我意思吗 他这边只是在告诉你 我们祷告要真心的 真实的对神说你的感受 然后不要灰心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但是有些时候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祷告的东西不见得 那么快就给你成就 这是事实啊 因为神并不是圣诞老人啊 圣诞老人也不是你想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啊 对不对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 那个我不知道 你家人会不会这样 你可能就许愿你想要一个 你想要一只狗 后来就拿一个狗玩偶 因为养狗太麻烦了 对不对 正常嘛 对不对 因为家人父母是资源有限 上帝资源无限 可是你是有限的 上帝看到你根本 没办法照顾那只狗 懂我意思吗 与其无法照顾 干脆不要随便养 给你一个玩偶也是OK的 加点想象力应该差不多 没有差很多了 好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说 今天你祷告不可灰心 有一些事情 神要在他的时刻 他的时间做成这件事 你可能不晓得为什么 我也有 我祷告一些事 我祷告很久 几年都没有成就啊 都没有啊 但是又怎么样呢 就交给神吧 你可能会觉得 那神跟我说过这句话 神给我过这个应许 那个应许是假的吗 当然也有可能的领受错 真的有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没错啊 就是神的时间啊 还有另外一种是 等你这个观念改过来 改过来这件事就要成就 是你错误的观念掐着那个管子 我们不讲过很多管子 财务的管子 健康的管子 关系的管子 各样的管子 对不是插管 不要这样想到好 而是上帝要给你很多祝福 可是好这个人 亲子父母关于都很好 这个人也很健康 可是他就是财务上 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他认为有钱拿到就尽量花开心花 对反正钱再赚就有 有这种人吗 对不对 还不少吗 月光族对不对 每个月钱都花光光的月光族 对好 然后呢 这个观念是错的 那所以掐住他的财务祝福嘛 那如果上帝给你很多钱 你不是就是用力花 然后就来一堆酒肉朋友 最后你就慢慢慢慢的 很像罗德偏向世界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部分错误是掐住的 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就开了啊 所以啊你懂我意思 有很多不同的 但是你要持续的祷告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然后让神在他的时刻成就 但是常常祷告 并不是就是好像你不祷告就不会成就 而是你要继续在神面前有性轻而正确的祷告 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可是这是一个比喻 上帝不是一个要睡觉的朋友 上帝如果会睡觉就糟了 可是他是不打顿不睡觉的神 OK 所以这不是在指指上帝 他只是告诉你 你要学情词迫切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好11章9节请练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后门就给你们开门 好这11章9节 绝书告诉我们 我们祈求就给你们 所以你要什么就跟神说 不要去跟人说 跟神说 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用 祷告来跟人说 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 我下个月要去美国看我儿子 但是我财务上有压力 请大家为我祷告 我现在还缺6000元 这个是在跟神祷告吗 这应该是在告诉大家说 我需要6000元 请给我钱 但是他知道不可以 恩总教会规定不要有这些财务 所以我跟神祷告 你懂吗 在这个时代 还不少这种人 对啊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让这种属灵控制来影响你 我们就会 我们已经在恩典里头了 不要再被人家这样子 OK好 所以呢 你要跟神祷告 你的需要你跟神说 不要去跟人说 也不要假装跟神说的来跟人说 好 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就是字面的意思 你跟神求 他要给你 但是他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法 他不一定给你你要的那一个 可是他要给你 你心里面真正需要的那个 什么意思 呃 有一个人说 爵树爵树 请你给我 请你给我一台跑车 我很想开跑车 可是核心问题 你真的想开跑车吗 你想要的是那个 那个好像自己很尊荣的感觉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 好那你很想要尊荣 感觉的核心是什么 你的自我价值 你觉得自己要有一些什么东西 衬托自己 不是啊 你不要出跑车 爵树你给我一个好的包 呃 我没有多要求 只要一个凯莉包就好 谁说的 这要求很大好不好 好看起来 凯莉包一个几十万 好ok好 台币 应该对吧 好没关系 反正我没买过 我老婆也不会想试 感谢主 嗯对吧 但是呢 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人 他 他的自我价值 他觉得我要拥有这些名牌包 我要拥有跑车 我才是尊荣的人 所以神解决的是他里面的自我价值 就啊 请你给我跑车 请你给我凯莉包 这个时候 其实核心的问题是神解决里面的自我价值 你发现你是谁 你发现神是你的谁 你是神的谁 然后你里面开始改变你不再需要这些东西 神有没有造成你的祷告成就 确切来说没有 可是神有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有 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从此还是不能用车质品吗 不是 等你人对了 OK 你还想要 你又负担得起 OK 神还是可以给你的 但是核心问题是 如果你 神照着你想要的祷告给你 好 你真的拿到一个很贵的包 你的自我价值是那个包包 我告诉你你就完蛋 下雨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保护着你的包包 然后不小心有人沾到弄了什么 你就会抓狂 不是那个包包有价值 而是你里面的价值受影响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的小孩如果不小心 小孩有些时候拿笔 不是会乱话吗 画了一下你的包包 你会杀了他 这形容了 你会几乎杀了他 因为他碰到你里面 问题就是当你里面的问题被解决之后 你不一定需要这个东西了 你知道吗 你不是不能拥有好的 你就不用买到凯利包 你可能买个LV就好了 便宜很多 对不对 LV就好了 听起来也是气势不错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本来就应该在那个财物的丰盛里头 但是你要知道核心是 真正你是谁 然后上帝要有美物使你知足 神是厚自百物使你享受的神 他要厚自百物使你享受 问题是 那个拿着凯利包里面很空虚 那个人并不享受 他没有享受 他价值建立在那个包包 好可怜哦 超可怜的 包包是永存的吗 当然不是啊 跑车是永存的吗 当然不是啊 上帝才是永存的 所以上帝是你的谁 你是上帝的谁 你真的知道吗 你是上帝的王子 你是上帝的公主 上帝是你的父亲 绝书是你的大哥 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朋友 问题是你真的活在这里头吗 不就是怕上帝 是我爸爸啊 我爸从小就虐待我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要得医治啊 你爸如果从小虐待你也觉得上帝 你也会觉得天父上帝会虐待你啊 所以这个也都要得医治啊 所以 其实我给你们寻找 寻找寻找寇门给你们开门 一定把好的给你 但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 我就是要我那个啊 那你就把上帝当财神爷啊 财神爷你每次拜就有拿到哦 变笑了 哪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那圣诞老人呢 也不是啊 那是你爸爸装的啊 大家知道吧 对啊 为什么圣诞老人那么瘦 谁告诉你他要胖的啊 对不对 他根本不存在啊 真实的圣诞老人 是一个叫做尼古拉斯的主教 他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去送礼物 对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荣耀上帝 所以才传出来的故事 好OK 所以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这寻见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神会按着他的美好旨意 使你真正需要的得到帮助 然后还是会厚四百物美物 使你知足 但是你要懂得如何进到他的路里头 与他同行 就算你十一奉献了 也没有无敌行情 你要知道怎么被神引导 有这个东西 然后进去下一个祝福 好不好 OK好请看下一页 十一章十节请念 因为帮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有发现就复制贴上前面加因为 好别忘了 耶稣再强调一件事 你就是祷告 然后上帝要使你得着 要使你寻见 要为你开门 然后他有所谓一切的主权 但是所谓一切都是为你好的 懂我意思 好再看下一页 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请念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帮给他石头呢 求鱼 帮拿蛇 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 帮给他蝎子呢 好OK 我皇子的这个地方啊 其实你看好饼 饼就是日用的饮食嘛 对吃的对 然后呢给他石头 石头就不能吃嘛 对 然后有人有很多解经家 就说啊饼就是什么 石头就是什么 他又没有经文 他就一直说啊石头就是那个什么 饼就是给人生命的 石头就是没有生命 所以上帝要吃你生命 他真的就在讲真实的饼石头 但你当然可以 可以有一些隐身没有不好 比如说好 求鱼帮给他蛇 鱼就是得人如鱼 蛇就是撒蛋 所以呢怎么可能给你 原本你要得人如鱼 但是神给你撒蛋呢 不能够说完全错 因为最少这个有经文 对不对 但是 这边其实要讲的事情就是 因为鱼就是拿来吃的 那个年代他们不吃蛇的 你们吃不吃蛇 我们小时候我 我哥哥有一些皮肤病 所以我爸爸相信去吃蛇 皮肤病会好 所以我们家常常去华西街吃蛇 吃起来跟鸡肉差不多 其实不难吃 然后呢 而且我们那个农子里没有很多蛇嘛 我爸就只这条 他就把它拿起来 然后再来就拿去炖汤 然后我喝 我哥吃那个肉跟汤 然后我也吃一点这样子 我没有吃蛇 其实也不难吃 但是也不好吃 而且好像很贵 好啦不干我的事 OK好 所以呢 儿子求饼返给他石头 求鱼返给他蛇 其实 也还可以啊 好啦 求鸡蛋返给他蝎子呢 又有人说啊 鸡蛋是什么什么 蝎子又是什么什么 那其实从头到尾就在告诉 天上的父要给你好的 他要照着你所需用的里头 我按照他荣耀的丰富给你 你不再需要靠一个包包有价值 你不再需要靠升官有价值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加薪 副总跟副董 只差一个字有什么用 你知道吗 我名片帮你换啊 你现在是副理 我帮你改成副总好不好 你是副总 我帮你改成副董好不好 就差一个字啊 不加薪有用吗 你懂我意思吗 有人觉得很有用哦 我人生目标就是要当 当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 可是老实说 那都是虚空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而神要解决你核心的问题 你觉得我要被人家看见 我要成功立业 我要依景还乡 你知道吗 你现在穿很好回家 人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对 还要依景还乡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神要给你真正核心你要的 真正你需要的 好 你祷告你要赚大钱 真的想赚大钱吗 好那如果赚大钱不能花你要吗 都你老婆在花 你都不能花 可以吗 哎呦我是老婆我要 对 对就是那个拳击手的老婆有没有 怎么打都老公鼻心脸肿 然后奖金老婆去领 然后老婆再花这样 好啦回来 赚大钱不能花你要吗 好可以 好那赚大钱可以花 但是不能花在自己身上你要吗 你有没有看过赌神赌圣赌侠 就是这样啊 赌博赢在钱不能花要去帮助穷人啊 好赚大钱不能花在自己身上 可以花在家人身上 可是不能花在自己身上你要吗 好再来 赚大钱可以花在自己身上 可是你没时间花你要吗 很多人是这个状况哦 有钱不一定有闲 有闲不一定有闲 有闲又有闲的人才比较幸福啊 你有吗 我又没钱又没闲 不是 祝福你们 你们有闲又闲 我告诉你有闲跟有闲就是你要安息 因为八十二十原则 你百分之八十的收入是百分之二十的努力跟工作来的 所以你要懂得被神引导 你去做那百分之二十的事 你就省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去享受那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那你硬硬那百分之八十 才去赚那百分之二十 而且那百分之八十常会犯错 然后你要花更多的资源跟时间去弥补 所以很多人是犯了错 所以他原本该有的祝福 也许没有人家应许他那么大 你知道外面那些诈骗都是这样吗 有一句话就是 你贪他后利他贪你本金 有听过吗 投资嘛 我跟你讲 我们这边投资的投资报率15% 现在不用8%就有人去 好 我这边8% 前一阵子台湾才有破获一些 你去投资什么东西 他讲的洋洋傻傻的 然后还有什么名人背数 你祷告清楚 真的 特别是你刚好现在卖的房子有一笔闲钱 这种都会来找你要有智慧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说你要被神引导 其实神要给你的酱就够了 有些时候不要贪 你就是花百分之二的时间 获得那百分之八十 然后好好享受 问题是很多人有钱没闲 因为他开始一直在打官司 在解决这些东西 解决那个多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也会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继续回来 所以神要给你核心的问题 你能够赚钱 然后呢 有钱 然后呢 有钱 然后呢 这就是你要了吗 没健康呢 有钱有钱 没健康 你每天闲着去医院 每天闲着住医院 只是住最好的房间 那谁赚去 医生啊 所以不要赚亏心钱 那个钱后来都转给心理医师了 真的 你那个钱 你用一些不好的朋友赚到的钱 你里面一定会反扑的 那个反扑之后 就是你赚这些亏心钱 就是给心理医生跟精神医师而已 有人会无来由的 有很多的痛苦啊 疼痛啊 为什么其实是心阴的 那心阴就是因为你违背你的良心 那是真的有他的逻辑跟原因的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错的是好好跟神认罪悔改 然后神重新开始 然后他要把核心里要的给你 OK好 请看下一页 好 十一章十三节请念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神告诉我们 我们虽然有罪性 我们虽然不好 就算你现在因为相信了 只要你相信耶稣 你信对的 你信的对你就活的对 信的对你就是义人 因性成义 因为相信被称为义人 叫做因性成义 好 那但是你因性成义 人就住在肉体里 这肉体是有罪性的 所以你们尚且不好有罪性 你们虽然不好有罪性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会吧 你会拿好东西给儿女 还是 那个你们家都鸡腿肉 你吃完骨头给儿子 骨头是给狗儿子的 好不好 不是给人儿子的好不好 狗儿子比较可爱 也是 那最早骨头要洗一洗 不要太咸 好OK回来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大家知道为什么 按照时间点来看圣经 因为这个时间点 他们还没有圣灵 圣灵什么时候降下 耶稣钉了十字架 圣灵人 一切的罪 把罪定罪 诅咒疾病死亡 都解决了 之后三天后复活 然后的五旬节 圣灵才降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圣灵的 神可以给人最好的礼物 就是他自己 就是圣灵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最少有神了 有些弟兄姐妹 他遇到了诈骗 或是一些很痛苦的事 然后他们就觉得 他们要丢弃神 傻嘞 你被人家骗几百万 然后呢 你要丢弃几千亿哦 你懂我意思吗 上帝何止几千亿啊 你几千亿也买不到好的睡眠 几千亿也没有办法医好你的癌症 郭辰明的弟弟不就走了 郭辰明就是捐很多钱 几百亿去台大要医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核心问题是什么 核心人其实要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核心要的东西 都是免费的吗 阳光空气跟水 阳光 没有阳光人还可以活一下 没有空气三分钟 一分钟你就死掉 不会死会昏倒 对不对 三分钟就昏倒对不对 水三天内不喝就会死 阳光空气跟水都是神免费给你的 虽然现在都被污染都会怎样 好但是 上帝要给的这一切 你真正核心需要的神 早就预备好了 他的救恩有这一切 然后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要各样的好东西 其实最核心的是圣灵 你有一台跑车 你就放在车库里 从来不开出去 这要干嘛 有啊 有人收藏爽嘛 也是可以啊 你可以收藏圣灵 可是你觉得圣灵会开心吗 跑车没有位格 跑车没有感觉 对不对 圣灵每天你就每天 圣灵我跟你在一起 你跟我在一起 哦我们彼此相爱 哦好棒 也很好 但是不要只有这样 圣灵很想出去传福音 圣灵很想要透过你 按手在病人身上 医治那个病人 圣灵很想要你去传扬他的福音 结果你每天跟圣灵就把他关起来 哦圣灵圣灵我好爱你 也很好 你每次都要从神得到爱 再去做这些事 有人问说 牧师的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 然后有人回答说 你身体是圣灵的垫 你是希望圣灵里面都有很多烟 圣灵会咳嗽吗 圣灵是会咳嗽哦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啦 因为吸烟它有科学证据告诉你不好 但是如果你吸烟神还是爱你 但是不要有瘾 最好不要 不是说绝对不可以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很像 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你要做对自己有益处 多别人有益处造就人的事情 但是一定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正常 那就算了神还是爱你啊 好啦所以呢 那牧师那我有抽烟还可以去教会吗 当然可以啊 你以为来教会的 除了不抽烟之外有比你好吗 没有很多还是有抽烟 只是你不知道啊 对啊那我怎么样 神还是爱你啊 对不对 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教会在 东升职场教会的年代 他刚好教会入口是公司的抽烟区 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写给我们说 我没想去你们教会 看到你们门口一堆人抽烟 我们就不去了 那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那只是刚好是人家的大楼的抽烟区 不干我的事 但是我们确实考虑过 因为我跟沙拉牧师我们都不抽烟 可是外面一群人在那边抽烟 他们是羊啊 所以我们决定我们去买凉烟糖混入他们 有一种糖很像烟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 然后混怒他们跟他们聊天 后来发现一点都不像就算了 因为不会冒烟啊 对不对就算了 那你没有抽烟人去一群抽烟人里面 你自己会被熏 然后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啊 对不对 那算了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服饰 交给主吧 对就这样 好 所以呢 你要知道最珍贵最棒的是圣灵 但是你不要有圣灵而已 你要懂得与圣灵同工 你知道吗 为什么最珍贵最棒的是圣灵吗 圣灵会教你怎么在你生命中 得到那个业绩 经营这个事业 得到那个祝福 学生的话 考试教你答案 不是每次 不然就不念书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多少次业绩我编问神 我在我里面编跟圣灵同工 然后成就的 多少次啊 我们家里的公司 我们几千万几亿的标单 我都在里面问神主啊 现在要怎么做 然后很多时候啊 我们希望这标废一标 根本不会废一标 我就祷告 然后后来讲几句话 他说啊算了不投了 他就废标 也有的耶 常常都有这种事耶 你要懂得被圣灵引导 你懂我意思吗 他最珍贵的是圣灵啊 你懂吗 你不要只是想要物质而已 是当你追求神 神本身荣耀的丰富就有这些 可是你不要追求那个物质 你要花时间跟圣父圣子圣灵相处 然后他要把这个美物凑置给你 然后进去得地为业 懂我意思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十一章十四节请念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鬼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路加福音他现在突然转折 就讲了另外一件事 因为他刚才原本在讲话 在教导祷告 怎么可能突然就赶鬼呢 所以中间一定有时间差的 OK好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所以有一些病症真的是鬼附来的 有一个人因为被叫人哑巴的鬼附了 所以就变哑巴 所以鬼赶出去 他就说出话了 真的有 真的有疾病是鬼附 我们把鬼赶出去 他就好了 真的有 但是不是所有的病都是鬼附 所以有些人就是自己 天气太热太冷 然后 比如说晒太阳晒太久 然后中暑 凤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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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 鞋凤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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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 众鼠的灵好不好 那有没有众鼠的灵 我是不知道啦 我觉得这个灵也蛮弱 为什么一定要众鼠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还比较厉害啊 负了就没有 就哑巴啦 但厉害又怎么样 把他赶走就好了 有没有赶过鬼 没有对不对 太可惜了 你看就刚才讲的啊 你有圣灵 不是你赶鬼 是圣灵赶鬼 是圣父圣子圣灵赶鬼 等一下你就会看见了 有一些经文告诉你 你知道一件事 不是靠你 是靠神 对神而言 这件事非常简单 对你而言 这件事非常可怕 因为你 你在 在你还没离开这个身体 进到下一个身体以前 你在这个 受造界里面 你还蛮弱的 你知道吗 你上面有非常多 比你强的 魔鬼啊 乌鬼的邪灵 他们有执政的 掌权的 有人的 主治的 掌管什么 黑暗生理 是不同阶级的邪灵 你知道吗 每一个都可以电报你啊 你想为什么 每一个都可以电报你吗 因为 我们犯罪 以前啊 我们有罪性 我们犯罪 犯罪就是奴仆 你就是那些 小鬼的奴隶 你知道吗 在还没信耶稣以前 你现在信耶稣 牵到爱子的国度 他不能再动你了 可是你也不敢动他 因为你太习惯了 对不对 你太习惯被他电啊 所以你不敢 赶鬼好可怕 跳到我身上 神经上有一个 赶鬼鬼跳到身上 第一 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犹太祭司长的 七个儿子 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第二 那是那个被鬼附的人 跳在他们身上 不是鬼跳在他们身上 仔细看圣经 然后那是非基督徒 基督徒哪有 基督徒用吩咐的就好了 捆绑就好了 我真的听过 有人赶鬼 然后就不大熟悉 然后那个鬼就掐起来 然后要掐他 然后可是他就觉得 我要被掐了 然后为什么不掐下去 他心里想 因为后来问那个醒来 他就说 我有意识 哇我在做梦一样 我感觉到 我的身体不是我控制 然后那个手穿出去 可是有一个 你这里是不是有带什么 金属的罩子啊 就是掐不下去 你懂吗 可是我告诉你 不要那么弱 是你掐他 不要掐他 我是形容的 不要掐他 但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有圣灵 你有最好的 但是你不会跟他同工啊 然后你就 我昨天犯了什么罪 我今天没有读经 我什么 干你什么事 又不是靠你赶鬼 等一下就会看到 靠什么赶鬼啊 好 耶稣赶出一个叫亚巴的鬼 叫人亚巴的鬼 不是叫亚巴 是叫人亚巴 所以他名字叫人亚巴 这个鬼的名字叫人亚巴 因为他叫人亚巴的鬼 不是啦 他叫人亚巴的鬼 好OK 所以呢 这个鬼 他被赶出去之后 人就说出话来 我不是有说过 我赶过那个什么 原住民小女孩 瘦瘦小小的 然后突然就抓狂 我那时候还是牧师助理 然后我就跟牧师去 然后他就讲出男生的声音 然后讲的话就是 原住民话听不懂 然后他妈很震惊 我然后说震惊什么 因为声音吗 他说不是 他从来不会讲原住民话 那我说 那你听得懂吗 还好听得懂 不然我们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我也听不懂 那我们到底来干嘛 他说 他说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 我不要出去 那你不就摆明告诉我 你是鬼 这个鬼并不太聪明啊 你就封耶稣 命令他滚绑 他要出去啊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敢 我负责压 他小小的 我负责压住他 你知道那个小小力气超大的 我要怎么压住他 我把我重心往上移就好 因为我够重 君子不重而不威啊 赶鬼的用得到 那时候还比较瘦 好OK 我这是职业伤害 好继续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他就赶出去啊 所以第一 女生怎么发出男生的声音 第二 他怎么会讲他不会说的话 第三 为什么出去之后他就好 他就是事实 就是真的有鬼啊 对啊 所以很多人说 这件事一定有鬼 你就回答 这事实上本来就有鬼 那你就会被打 好了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本来就有鬼啊 不管是说在赶什么 我们现在在赶什么 这真的有啊 不要怕他们 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的 神没有把天上地下 一切权柄给你 可是神给你的权柄是 其中一个是 你有按守医治病人 一切疾病的能力 要操练 然后再来 你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践踏所有误鬼 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 所以赶鬼不会被害 因为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 但是他吓你 他只能吓你 他特别会做宣传 他非常会做宣传 但又怎么样就宣传 又不是真的 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 相信神的话 不要相信那些宣传 你从小就怕 所以你不习惯 你会害怕 但是你就是定精神 你会发现神机发生 好请看下一页 好11章15到16节请练 那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别西谱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机 好所以呢 有人啊 在内中 内中就是内力高中 内中就有人说 所以那个高中生就说 不是啊 内中就是他们当中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别西谱赶鬼 别西谱呢 就是巴利西谱 简单就是转过来 然后被犹太人说是鬼王 那这个字就是 他是苍蝇王 也是房子的主人 还有奋堆之王的意思 奋堆之王是隐身 但原文的就是房子的主人 或者是苍蝇王 对就是 就是一个鬼的大鬼的名字 OK好 所以呢 靠着鬼王赶鬼 事实上你去看很多地方 他们现在就是大鬼赶小鬼啊 不过会有谁带去什么庙 然后要怎样吗 那就是叫那个大的赶那个小的 那你知道 你等于就是跟 原本跟小流氓借高利贷 后来去跟大黑道借高利贷 懂意思吗 叫大黑道的高利贷 还小流氓的高利贷 那你知道都还不完吗 这辈子就下去了 越来越多人这样下去 好 但是我们不要去定人家怎么样 就是我要告诉你 唯一圣洁的灵 至高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他要来帮助你 把那些邪灵恶者赶走 然后让你进到丰盛的生命 好 OK 但是这些人 诬赖耶稣说 你是靠着鬼王赶鬼 靠着别西普这个名字赶鬼 这个邪灵赶鬼 然后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好请看下一页 好 十一章十七节请念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败落 所以啊 耶稣在讲一个道理 他说 如果自相纷争 就会败落 对啊 所以啊 你知道撒旦最喜欢做什么事 因为耶稣说我这句话 他的话安定在天地 定在地 所以他想要让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跟各教会之间自相纷争 想要让神的国败落 还好不是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教会跟弟兄姐妹 所以他就算有点乱不会乱到世界大乱 懂我意思吗 所以啊 首先我们也许不喜欢这个弟兄不喜欢这个姐妹 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相爱 我不喜欢他 可是我可以爱他 因为爱是一个命令 我们要靠着神去爱 但是不一定代表 你喜欢他 对啊 你就是不喜欢他 你可以不喜欢他 可是你还是可以 用一个爱的态度对待他 懂我意思 好 所以呢 也许有一些 有一些教会你不喜欢他 那没关系啊 他就很像是你的远房表哥不熟 那就爱他 反正他有关系就祝福他 这个概念嘛对不对 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必败落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再 不要让神的国彼此攻击 好再来 其实这边在讲 大鬼赶小鬼他们就会败落 其实魔鬼本来就一定会败落 所以他们很多人真的用大鬼赶小鬼 OK 但是耶稣在说的事情是 他不是用鬼王赶鬼 请看下一页 好 18节说 如果撒旦自相相争 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第一 撒旦也不想要自相相争 可是其实撒旦监视会自相相争的 邪灵他们是会彼此 那个 你去看嘛 他们都会去抢对方的信徒啊 有吧 对不对 有啊 真的有啊 不是自相相争 所以他们的国最后是站立不住的 但是他们是用恐惧领导啊 就是 你如果不信我这个你就会下地狱啊 什么那种东西啊 对啊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传福音 啊 你不信耶稣给我下地狱 我们要把人家爱上天堂好吗 不是把人家吓到天堂好不好 被吓来的要知道神的爱 才会真正接受对的 才会信天堂 所以而且现在这种 什么什么吓人的 那种不要再做这种事 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 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缺恐惧 缺乏爱 缺乏平安 缺乏喜乐 所以你们每天要很喜乐 很开心 我也想啊牧师 可是 那就定睛与圣灵相处 与圣父圣灵相处 从他得到各样的美好资源 然后去爱 好 所以呢撒旦自相相争 怎能站立得住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普赶鬼 耶稣在回应的事情是 撒旦自相相争 他是站立不住 所以撒旦想要维持 我说这个撒旦是 最大的那个邪灵 露西佛那个撒旦 他想要让他下面的那些大将们 彼此不要对干 所以他有一些 他有恐惧行销的 他有他的恐惧的方法 这个没有时间讲 这些魔鬼学 好 总而言之就是 有一天他们国会败落 但是耶稣真的 老早就赐给我们权柄 去胜过这一切 不要怕 真的有那些东西 所以你不用去太怕这个 如果没有灵界 那我们来教会干嘛 礼拜天上午 好好出去玩会睡觉吧 对 可是真的有 有灵界 不然我们大家在干嘛 最重要的事情是 有灵界里面最大的圣灵 跟你在一起 最好的礼物 会不会与他同工 进去 不会的话 练习啊 对不对 投资都要练习 上课学习都要练习 然后呢 神给你的祝福 就要一次就进去 当然啦 如果你懂得与神同工 真的可以一次就进去 问题就是 你就是要练习与神同工啊 好 再看下一页 好 然后呢 耶稣就说啊 如果你们说 我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子弟赶鬼又靠谁 你们靠手 毛山道士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断定 自己的是非啊 下一个经文 十一章二十节请念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这个经文 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有人会说 啊 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 你要先求神的国 还神的义 然后他们就告诉你 神的国就是 啊 我们教会要做这个神的国 是来奉献 来奉献 来出钱出钱 来支持 没有啊 这边告诉你 什么是神的国 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啊 神的义是什么 你因为相信 被神称为义啊 神的国跟神的义 是你要先求相信 被神称为义 再来求彰显神的大能 把神的国 彰显 临到人的世界 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就是神的国 临到我们了 所以你要去彰显这个能力 让神的国 临到你旁边的人 不要怕 如果不会 想学啊 我教你啊 走心思 回来了 所以你知道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但是你去查原文就发现 这个1147就是 strong number 你去查这个1147 这个字就会发现一件事 带来一个很可爱的真理 那我们盒本没翻出来 但是没关系 其他翻译本翻出来 请看下一页 好 吕正宗一本我们请念 但我若是靠着上帝的手指头 赶鬼 那么上帝的国 就真理临到你们了 能力那个字是手指头 对神而言 赶鬼就是这样 懂我意思吗 你不是靠你赶鬼 你会被电报 但是你不要看自己 你里面有圣灵 圣灵赶鬼就是手指头 对不对 感谢主 如果是这个 我到现在都还比不漂亮 所以这个我会好 懂我意思吗 那个能力是上帝的手指头 你赶鬼不是靠你 你是靠上帝的手指 所以赶鬼那个话 他伸出来 你伸出来 碰在一起 对不对 你就是碰上帝的手指头 然后你用对上帝而言 不过是这种小事去赶鬼 所以赶鬼不用大声 还有赶鬼不要对鬼说方言 他听不懂 你在说的是天使的言语 奥妙的言语 然后他可能是天使 我跟他讲 天使等级的你不堂遇到 天使等级都在庙里给他拜 你会赶得都是乌鬼 都是那种乌鬼的精气 那种低阶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种 你也可以想象 一个堕落的天使 会笨到说 我不要出去 我不要出去 还用男生的声音 天使再怎么堕落 也没那么笨吧 那个就是乌鬼邪灵 那个还用魔鬼学 意思就是 以前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天使跟人的女子交合 生出来那种混血 那种独眼巨人 或是那种牛头 牛头人生 或什么那种希腊神话那种东西 死了 在大洪水以后死了 他们就是乌鬼 好 我知道有人不同意这个 没关系 反正是这样 通常你会处理的 都是这种笨笨的 没什么力量 别怕 遇到很大吃的 记得找我们 对 不是小吃的不会 也可以找我们 好 想学啊 我教你啊 就这样啊 上帝的手指懂吗 圣灵在你里头 不用这样 这样就可以赶鬼了 好不好 好 请看下一页 NET综艺本情练 我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这蛮蛮特别 我还特别请同工查 为什么我两个就 是这样 我们若靠着神的指头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他加强语气 他可以说 这就是神的国 已经临到你们就算了 就已经临到你们 就是更加强啊 就很像 我已经告诉你了 就已经告诉你了 是不是更强调 对不对 他要告诉你 首先赶鬼不是靠你 你没有信耶稣 就赶鬼会被电爆 不然就靠大鬼赶小鬼 鬼王赶鬼 那个未来要还的 你去看那种 很厉害的算命师 不是缺腿 不然就是吴后 不然就是瞎眼 不然就是很怪就对 那个就是要还的 好 再来 你去看 很蒙神祝福的牧师 只是肉多而已 好 好啦 回来 不要笑人家 OK 好 我们是靠着神的指头 靠着神一个小小的 谈指之间的小事 然后带出他的大能 所以与神同工去赶鬼 然后当你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神的国 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好吗 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我们太习惯害怕了 你需要练习 就很像我们常常举的这个例子 大家很多人 就很怕蟑螂 对啊 冲出来就 一看到蟑螂你就逃走 你知道从体积来说 你比他大多少吗 你可以财死他 还是他可以财死你 如果你又遇到 可以财死你的蟑螂 不要打电话给我 赶快打电话给国防部 好不好 你可以财死他 还是他可以财死你 对不对 你有那么多东西 你有杀虫机 你有酒精 你有各种东西 那他有什么 你看到会用武器的蟑螂 也赶快打电话给国防部 你懂我意思吗 问题就是 你就是习惯怕他嘛 所以撒旦一样 他从小教你 从小怕他啊 对不对 谁没有听过同学讲鬼故事 特别是什么 秋季旅行 春季旅行 或者是什么毕业旅行 对不对 一定都有人讲鬼故事 你要去干嘛 你要教你的小孩讲神故事啊 对不对 你的小孩要讲 你知道吗 你们都在讲鬼故事 说了什么 我告诉你 我那天觉得我床下有什么的 我就凤顺把他赶走 然后同学就说 那我也要 你要不要教我 绝质祷告 懂了吗 那教你的小孩啊 我们是要去电报这个邪灵的 结果我们每次都习惯 被人家电 因为你太习惯了 你以前真的 你以前没有神的指头 所以你会被人家电 正常 因为你以前是人家的奴隶 现在你是神的王子跟公主 你先从罪的奴隶 变成义的奴隶 再从义的奴隶 被领养 变成神的王子跟公主 里面有大能 你可以见他一切 十何鞋子 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的 可是你只剩一个东西 就是自由意志 新月属灵征战就在思想 它就是让你害怕恐惧 恐惧害怕害怕害怕 你从小看到蟑螂就会跑 你从小也觉得那东西很可怕 你最怕穿着白衣服长头发的 那耶稣有些时候 都穿白衣服长头发啊 真的啊 就耶稣险见你逃走 那耶稣要强迫你嘛 对不对 真的啊 真的耶稣有啊 耶稣有这种专办 他有很多不同造型 对 看他要干嘛 对 但他有穿着白衣的时候啊 长头发的时候啊 头发下次要绑起来 你比较不会怕 你懂我意思吗 他刚好 他刚好可能来得快一点 头发在前面你更怕 他剥一下你就不怕了 对不对 因为他有胡子 另外一种是没胡子 不是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从小就训练你怕他 所以邻居 他晚上挂一个白色备摊在内 你就吓得要死啊 他训练你怕他 问题是 你现在不一样 你是神国的王子跟公主 你后面最少有两个天使跟着你 你可以赶鬼 见他一切蛇和蝎子 然后你因为怕他不赶 就赶一是鬼 你就知道里面权柄多大 所以声音上还提到 小子少年人跟老年人 少年人不要因为鬼的福 你而开心 你不要因为赶鬼的那个 因为你有更大的权柄 赶鬼是中阶而已 不算中阶 初阶就是得救了嘛 中阶就是一开始操练就有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去练习这个东西 就去赶啊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鬼 都酿了还不知道有没有鬼 好 那他没有鬼赶了也不会怎样啊 对不对 难道他会说我没有鬼啊 赶了他就跑来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怕 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你去外面住饭店 你觉得不舒服 你就领圣餐抹油祷告 然后捆绑叫他离开啊 等我意思 你里面有权柄跟能力 可以胜过这一切 你太习惯害怕了 我没有叫你 所以你要先从训练 不要害怕蟑螂 没有 你直接训练不要害怕魔鬼 好吗 然后你要整理里面有大能 然后神要用各样的美物 使你知足 你要经历各样的丰盛 心里面的平安 关系的恢复 财务的丰盛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举手不举 也在上不在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 许许多的是 对你而言 就是神的指头 弹一个指头 释放出神的大能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让我们有你的平安 让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从小被训练害怕这一切 不要怕 只要信 神与你同在 里面有世界都无法胜过的 里面有比世界更大 比邪灵恶者更大的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与你同在 以马内力的神 不要害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去彰显神的大能 抵挡恶者魔鬼 祝福自己看见神迹 然后把这美好的上帝分享出去 告诉世人不用做什么事 只要单单接受 就可以蒙福 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来回馈 只要接受 就可以进去那一切祝福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耶稣将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同信仰念一次 一二三 我相信上帝才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我们向你线上 感谢 谢谢你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祝阿 谢谢你 用生命积二十八当 祝福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业蒙福 入业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我们身所生 身处所下 地所产的都蒙福 祝阿 我们手机电脑 上传下载都蒙福 我们签名盖章经手的 功课报告 作业都蒙福 祝阿 让我们在对的时刻 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正确事 看见神机发生 所以他不是我们 选择正确 乃是我们选择 寻求你 被你引导 然后你带我们 在对的时刻 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正确事 神机要发生 财务的丰盛要发生 然后身体的健康 要发生 操作的医治要发生 关系恢复要发生 让我们进到 你荣耀丰富里 因为你来向我们 得生命 变得更丰盛 并且你是用你 照着你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 是我们所需用一切 都充足 谢谢耶稣 我们敬畏你 然后你引导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知道 或向左或向右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 这是正确 当行在期间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耶稣 愿我绝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感 如果交通 传统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 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 住在你的心理 圣灵的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理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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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